槟城星期五这波严重水灾,造成洪水冲进州内多间学校的校园。 校方只能将学省疏散到高楼建筑物,寒江中学及中林中学更是紧急停课一天。 一段视频显示,寒江中学的课室更是泡在水中。 寒江小学校方则是把学省集合在高处,等到积水消退,才让学省手拉着手疏散到隔壁的大英义学。 消防急诊救队也派出一辆罗里将受水灾影响的小学生,从学校建筑物安全疏散到校门口。